雙北疫情升溫 現在連日都破百例的本土個案確診 那麼現在有人就說這個關鍵就是陽性率 現在它的高低決定了這一次圍堵疫情的全敗 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台北市長柯文哲有收到了 其實陽性率降到3%以下 社區才能夠有效的被控制 那麼現在這個陽性率的關鍵日到底會出現在什麼時候呢 我們先帶你來看這個雙北的快篩陽性率 白色的線條是台北市 而黃色的則是新北市 其實現在從5月15號開始 雙北都出現了一個比較不低的數字 而最近似乎有一點點下降的趨勢了 不過到底這個陽性率要怎麼看呢 有專家就說了 廣篩要從5月25到5月26號這個效果才會顯現出來 而確診過高峰之後 它如果慢慢的往下降 其中在6月23左右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措施成效到底是OK還是不OK 當時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等你喔 請按讚